今天年底就要選舉了 也希望大家多關注一下自己選區的議員 讓我們選前與能 不要再選後要後悔四年 大家好 我是阿端 這個坑呢 從上次到現在沒有什麼進度 不過今天會來再多做一點 那我就再重新解釋一下 就是說我們要做一個 還不確定名字叫什麼 但是可能會叫做這個 Gov Zero Shadow的這個Web Site 這樣一個隱私政府的網站 那它就是 它的原理就是說 這個任何政府的這個官網 它都是 它的Dominion都是gov.tw 對不對 所以你把O改成0的時候 其實它都會連到 G0V的一個 404的頁面 所以我們就來做這個404的頁面 就是說這個404的系統 它就會來分析 如果它本來要去 比方說總統府的網頁好了 然後它把這個O改成0了以後呢 它就會連到這個G0V的這個 404的頁面 那我們就來分析 它原本想要去找的這個網站 它的關鍵是哪些 然後呢 就立刻來建立一個頁面 比方說這個頁面呢 就有所有跟這個政府網站有關的 Open Data 或者是這個G0V的Project 或者是其他CVTEP的Project 或者是呢 它可以讓User訂閱這個網站 然後這個網站如果 這個頁面如果有任何更新的話 它就會寄Email給這個使用者 那 另外上次跟Poga聊的是 我們想要再多做就是 上面會有這個 使用者的工具 那個使用者的工具 它就可以直接用 這個滑鼠UI的工具呢 它就可以直接把這個網站上的一些資料 變成一個Open API 然後再加入到這個站裡面 好 所以呢 它的好處呢 就是呢 大家以後就不用再記很多 跟這個 Project有關的這個 網址啊 名稱啊 或者是有 你知道有些 有些這個專案的名字很窄啊 其實一般人記不住 那他只要找到他 覺得他想要關注的這個政府的網頁 然後把這個O改成零 它就可以連到這個地方 那 OK 這個也是我們 G0V要征服全世界的計畫之一 就是說未來呢 我們可以去買 就是其他國家的這個 G0V點其他的這個 domain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推到全世界 好 那今天呢 今天預計要做的是兩件事 第一個是上次 雨婷已經有做了就是說 他可以去分析這個 某一個網站 某一個政府網站 它是跟什麼有關 但是呢 可能我們還是需要一個 像這個 呃 像 比方說會計 像科目 它會有一個 就是 Universal的這個 然後就是來 定義每一個政府的機構 它是跟什麼有關係 我們可能還是需要一個這樣的表 然後第二個的話 就是今天會多做一些 這個User Flow 它的這個 的圖 那要徵求的呢 就是 呃 電腦螢幕我的好的啦 好 所以不用了 那那個 呃 需要工程師 然後設計師 然後UIUX 拜託 因為我們做了一個很醜的這個UI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太醜的話呢 就麻煩來找我 謝謝 好 如果這提案成型的那GIV就可以開始征服全世界 就麻煩了